现在我在国大18上面发现个很神奇的现象 路边一路过去都是这些红色带子 而且装满了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 我已经看了好几百个了 路边到处都是 有没有可能是那些大车司机拉货的时候 把那个货物给不小心弄掉了 掉满路都是 好多啊 在我小学以前家里面是不给那些零花钱的 所以我没钱我就会去别人的屋檐后面去找一些瓶瓶盖盖 跟小伙伴一起 十几十个小伙伴 看谁捡的多就捡的瓶瓶罐罐的东西拿来卖 全都是一些瓶瓶盖盖的东西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工业垃圾 别人生活垃圾就全部打包扔在路上了 都没有人管的 这一片以前全部是沙漠 后来附近建了好几个水库 还做了一些这些水利设施 我在路上都看了好几条了 就做成那种大的水渠 引水来给农户灌盖 这个应该是没有鱼在里面的 全都是垃圾 哇如果是小时候我会开心死 这些全是瓶瓶罐罐 拉到内地就可以拿来卖钱 全部都是 包括这些袋子里面都有 它这些袋子里面都是包装好的瓶瓶罐罐 可能就是因为把这些东西拉回内地 还卖不了这么高价格 然后人家就一路 路上到处都是扔的都是 没办法如果有利可图的话 肯定包括路上的全部人家都会捡走 哈喽现在我已经到若昌的境内了 这里是几千亩的胡阳林 最美的观景季节应该是10月份 刚刚我发现了荒漠里面的小精灵 绕了一大圈才把车给停好 发现了一只荒漠里的小精灵 这个呢就是新疆当地的小毛驴 又称牲口毛驴子 它的个体也就这么大一点了 它现在应该是小的 到了成年的话稍微比这个要搭一圈 但是也不会搭到哪里去 之前有新疆的朋友呢 听说我骑过毛驴他们就很奇怪吗 因为毛驴都是个体很小的 跟马比起来的话 毛驴就是这么大一点 还挺可爱的应该是野生的 我看了附近一大圈都没有住人的地方 像这些路的痕迹应该是越车压的 这么小就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自食其力了 挺不容易的 要不要跟叔叔回家 撤了撤了 这玩意儿搞回广东的话 没个三五年应该是出不来 连续一百多公里的 都是这样的场景 这玩意儿 也不容易的 这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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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容易的 这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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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玩一玩意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行驶了300来公里 6个小时吧 我还没想到还是在巴音过冷 可以想象这个周到底是有多大 我在一个盐湖的旁边 感觉有那个海的感觉 好美 特别是这个夕阳照下来的感觉 根本就不想走 不知道是不是接近青海的原因啊 陆上遇到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像是什么鹿啊 黄羊啊 野驴啊 偶尔就能看到几只 食肉都倒是没见到 基本上都是看到这些吃素的 倒是也不怕死 就直接跑到人家门口那里去找东西吃 长山歌 带了把鱼竿就好了 旁边都能捡到鱼 这个天色真是绝了 高点鱼来七七 那个鸟把这个鱼里打的半死了 我又不要 一锅汤 一锅汤过来 一条鲫鱼一锅汤 你过来 你过来 走了 还把鱼刀创造成 就放在鱼腿上 就放在鱼腿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挺大的 这里有围经圈的 我刚想去找烟买都没地方买了 没烟的 绝望了一路过来没找到省外部 还挺可以啊 你们几个人过来 我们过来的时候只有三个大人 一个小孩 现在我小媳妇他们打火鲁鲁鲁上了我的车 算是四个人住一辆车也还可以 四个人一个两车 平时一般就是三四个人 我那辆基本上就住两个人的 那你那个车是两个人 对三个人都勉强了 这个路很大嘛 这个路上面两个人是很宽松很宽松 上面这个头 搞得我都有点想买一辆清卡了 对清卡现在是买清卡就买50年的是没问题 对 现在这辆你买下来多少钱 这个那个时间是70万了 又70万现在50年的车算40多万吧 对对对 他们现在打那价格战台还挺狠的 肯定了原来那个好贵啊 对 这里吧凉快凉快 还可以吧 就是味道还是有点 旁边也是糊嘛 尼沙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 是 排量够不够 排量 它这个是3.0T的 但是司机就没有隔车3.0T的 动力墙 火根位 哦 因为进口车50年的 我知道嘛 50年的车 是 进口车它比较产车的这个动力性就要小 好像有700匹吧 最大的那个 嗯 就就50零的 50零的啊 对也是后商胎 50年的那个700的那个那个那个动力墙 对对对 对 这是今年买的吗 几年了 还挺大的 这边没进去 我刚刚想去找烟买都没地方买了 没了 绝望了 一路过来没找到省外部 还挺可以啊 你们几个人过来 我们过来的时候只有三个大人一个小孩 现在我小媳妇他们到沃沃沃沃上了我的车 哦 算是四个人住一辆车也还可以 四个一个两车平时一般就是三四个人吧 我那辆基本上就住两个人的 那你那个车是两个人 对三个人都三个勉强 这个路很大嘛 这个路上面两个人是很宽松很宽松 是上面这个头 搞得我都有点想买一辆轻卡了 对轻卡现在是买轻卡就买50零的是没问题 对 现在这辆你买下来多少钱 这个那个时间是70万 有70万 现在50零的才40多万 对对对 他们现在打那价格战台还挺狠的 肯定了原来的这个好贵啊 对 这地方凉快凉快 还可以吧就是味道还是有点 旁边是湖嘛 嗯 现在是晚上九点 我还没吃饭呢 问了一下他们吃饭没 也说没有 然后嫌弃这边嘛 因为刚开的一个算是休息区吧 厕所没有开通 然后就先跑路了 就剩下我一辆车在这里 我想着他们如果没做饭的话 我们一起做饭还挺好的 这段时间每天大鱼大肉有点消化不良了 这时候要搞一点比较清淡的东西 在这边吃素菜的概率太低了 去点菜一般配的那些肉都没有蔬菜的 嗯 要么就是皮牙子的那些 搞点正经一点的素菜吃吃 疫情来了之后呢 各方面路上查了就更加严了一点 可能返程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其他麻烦 所以我觉得还是跑慢一点吧 最好就算好时间大概多久之后回到河南 然后把车子交给房车厂那边去改一下 需要升级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不多 毕竟他本来就是两个人生活用的嘛 现在突然之间要改成三个人生活用是比较难改的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房车还挺羡慕的 主要是各方面空间也够大 他们一家只四个人和还是六个人来着 应该最高峰的时候六个人吧 就住在一个房车里面 B型房车可能空间比较有限吧 它的那种空间感各方面大太多了 高度的话也到了三米几 他跟我说能不换就不换了 他自己那辆车开着也比较笨重各方面的 吃点蔬菜少点休息 这边呢到戈尔木大大小小有 100个各种各样的盐碱湖和淡水湖吧 可以慢慢去探索一下 好了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拜拜